那追踪这件事情 这个程式呢 未来很多地方都会用上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的资料 如果不是固定的 你就有必要的 用追踪的 那追踪的概念呢 就是我把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然后呢 向下追踪的话呢 会有一个属性叫AND AND就是反正这个范围的边界 哪一个方向呢 向下 所以这个是XL 以色有的缩写 向下追踪到 之后呢 它会返还一个什么东西给我 它是哪一列的讯息 所以它用点的方式 点ROW 它返还给我 但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了 打久就习惯了 所以怎么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一 请你把什么呢 把刚刚的程式 103部分 把它delete掉 向下追踪 所以又要多学一个 那基本上 我们如果游标固定在某一个储存格 我会用RANCH 那你会想说 老师你怎么用RANCH 怎么用SALS 其实会用SALS 主要是因为它在回圈里面 这个数字一定要用数字 可是如果你用RANCH的话 它这个里面一定是一个什么呢 一定是一个文字 有没有 A4 那A4如果你要把它放在回圈里面 它没有办法 互相搭配的那么好 但是SALS里面呢 它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列嘛 你就跟他讲说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 等于第四列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抓到向下追踪到 是哪一列的话 你可能要慢慢买 游标放在这里 Ctrl 向下的话是点 但是它会提示啦 你打个1 有没有 End 就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怎么点它两下 再来钱瓜糊 那它会追踪嘛 如果游标假设放在A4 Ctrl 向下 那Ctrl 向下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用选的啦 Ctrl 向下就类似像这样子 你就XL 蛋 后瓜糊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呢 它会向下追踪了嘛 但是我要什么 我要把它停在的列告诉我 停在的列 点一下 列就是ROW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属性 它会把里面的资料帮你带回来 它停在哪一列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停在哪一栏的话 反正就点什么 点COLUM COLUM 它停在哪一栏 它也会回来告诉你 OK 那我们现在停在哪一列 所以点ROW 它会返还给我 所以这个概念有点像 我游标先放在这里 按下Ctrl 向下 它会追踪到 那个位置 它会帮我把那一个位置的列号告诉我 应该可以理解的 反正这应该蛮好理解 尽量 这个还要把它背起来 因为将来再用到的机会很大 OK 好 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当然呢 聪明的 一定会怎么样 复制之后 下面这边也要把它改一下 而且以后写过之后 反正如果以后写一样东西 你把它复制贴上就好了 一定不会错 所以写过的东西 像我的习惯是把它放在云端上 好处是吧 我打开电脑 打开手机也可以看到 随时如果需要哪一行程式 我忘记没关系 反正再把它抓起来 来改一下不就好了 所以其实最聪明的写程式方法 就是有 有范本 我发现最后同学 受益最多的都跟我讲说 拿我的程式来当范本 是最棒的 因为他可以拿来改就好了 好这边 向下追踪 其实他概念是Ctrl放在这边 Ctrl向下 追踪到这时候的列 他把103 返还给我而已 放在那边 所以如果我将来 假如说我又多增加了几列 或减少了几列 比如说我两列增加 又增加两列 向下拉 101 102 那刚刚如果我写100 103 那就完蛋了 可是现在呢 我试一下清除 有没有 到底了 好 向下 刚刚好 不因为这资料怪怪的 所以最后结果也是怪怪的 好 反正我们主要是知道说 他能够追踪了 然后如果他又再增加的话 其实也都会跟着动就对了 反正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向下 有没有 跑到这边来 全部了 OK 所以理论上 最重要是这边 增加一个这个东西 向下追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将来 很多地方 都会用类似的概念 去追踪到我们 这个范围里面的 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